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凡是有百姓居住的地方,就会有祭祀土地神的现象 土地宫在神仙中级别相对较低,但是民间知名度最高的神仙之一 俗话说得好,别不拿土地宫当神仙 在民间老百姓的心中,土地宫同样被视为财神与福神 因为人们相信有土私有财 有一个关于土地宫的说法 土地宫名叫张德福,从小聪明孝顺 当官后为官清廉,体恤老百姓,做过许许多多的闪事 活到了一百零二岁死去 即死后三天,容貌样子却是一点也没变 之后有一户穷人家 搬来四块大石头围起了石屋,并奉死 过了没多久,这户穷人家就从贫苦人家变身成了有钱人了 人们认为这是土地宫的保佑 于是,大伙合资建起了寺庙,素了金身 土地神的形象多是衣着朴实,亲切和蔼 平易近人的,鬓发全白的老人形象 人们供奉土地神来祈福,求财,报平安 寄托着大大小小的美好信愿 一,关于土地宫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 一棵苍天的大榕树下,有一座土地庙 土地庙上挂着一块有求必应的牌匾 而这土地庙是这十里八外最灵的地方 虽然地处偏僻,但香火总是不断 这天,土地宫掐指一算,哀哟一声 就跟身旁的土地婆说道 老婆子,明天是初五,我要上天去见玉帝 庙里你就多沸沸心,尽量满足他人的祈求 说完,就腾云驾雾飞上了天 一个果农看着满树的果子很是满意 大夸天气真好 可把河上的船夫给热坏了 四周没有一丝的风 没有风,船帆就不能挂起来 船帆只能用竹杆撑着船走 热得满身是汗 就连船上的鸭子都热得摊在床上 一动也不动,差点就热死过去 船帆带着一条从河里捞起来的大鲤鱼 来到土地庙前 诚心地跟土地宫求风 土地婆听见船夫求风 嘴里顿时就念起了咒语 顿时就刮起了连连大风 船夫见刮起大风 顿时开心极了 连连感谢后就回到了船上 大风却把果农的果子挂去了不少 果农看着被大风刮落的果子 心里很是难受 于是就带上一些果子来到土地庙前 诚心的祈求停下这大风 土地婆一听 立马就停下了刮风的咒语 一农户看着地底的庄稼 都快给晒死了 心里很不是滋味 于是就带着一些供品 跑到了土地庙前祭拜 跟土地宫求雨 土地婆一听 有人要求雨 立马就变出了大团乌云 没一会儿就下起了 雨是下了 可这一下把落过的盐伤给挤坏了 眼看 担子上的盐就快被雨水给淋没了 他赶忙挑着盐 跑到土地面前不停地跪拜 边拜边说 土地公啊 请你把雨给停了吧 我只是一个小盐伤 雨再这样下下去 我就要血本无归了 土地婆见盐伤求停雨 立马就撤去了乌云 顿时又晴朗了起来 可没一会儿 船夫 农户 果农 盐伤 却碰在了一起 四个人在土地庙前 求着自己想要的东西 土地婆这下犯难了 帮了这个 害了那个 不知如何是好 于是 土地婆直接把头上挂着的 有求必应 直接取下 丢出了土地庙 这可把四人都吓坏了 四散逃走 土地公刚从天上下来 就看见 有求必应的牌子 丢在土地庙外 顿时就很是疑惑 他走进庙里一看 土地婆正背对着自己 不停地哭泣着 土地公不解 就问土地婆 老婆子 发生什么事情了 土地婆转身 跟土地公说 这四个人也太难伺候了 行传的药风 种果的怕吹 种甜的药语 卖盐的药情 这有求必应 要怎么答应啊 土地公一听 顿时就明白了过来 于是带着土地婆 飞到半空 只见土地公默念了一下咒语 河上顿时就刮起了大风 并且这风 只在河上 不在果园 随后又飞到田上 大手一挥 大片乌云瞬间出现 雨下了起来 最后在天亮的时候 就把乌云给撤去 留下一个好晴天 于是 关于土地公 有求必应的说法 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二 祭拜土地公的日子 土地公为人老实 百姓怕他一年到头 都弄不到啥好吃的 所以在每月 二月初二 土地公的生日上 人们都要做些好东西 供奉给土地公吃 民间很多人家里 都会将土地公 迎进家里 供奉祭拜 在每月初二与十六 便设香岸 竹台供品进行祭拜 农历二月初二 是俗称 头牙的日子 民间大多以这一天 为土地公圣大祭拜 特别是许多 做生意的店家 每个月初二 十六 都会准备供品 来祭拜土地公 祈祷生意兴隆 其中又特别以 头牙与年末的尾牙 最为隆重 因此在头牙祭拜上 不得不谨慎 只要准备这些贡品 就能招财又开运 据了解股市后 有一项职业 是专门协调 买卖双方顺利交易 并从中抽取佣金 人称牙人 而聚集许多位牙人的公司 就称为牙行 每逢初二 十六 牙行为了祈祷生意兴隆 参元广进 就会祭拜土地公 因此有了作牙 牙祭的说法 三 那么拜土地公公 该拜些什么 拜土地公 就是要买土地公 爱吃的东西 嘴甜甜地 跟土地公说话 买土地公爱吃的水果 让生意更兴隆 想要钱财生意 旺旺来 就该嘴甜 多跟土地公说好话 用心了解 土地公爱吃哪些 再准备土地公 爱吃的东西 土地公爱吃的东西 是什么 你一定要知道 一 马蜀 寓意着招财 求金 得金 一定要准备 土地公喜欢吃甜的 像是马蜀 红龟锅 发糕 花生糖等 马蜀代表了 粘钱来 也有另一种说法 可以粘来土地公的胡须 同时把财运 一起粘过来 花生糖 发糕 都有发财的喜气寓意 红龟锅 则是代表吉祥长寿 二 马铃薯 象征吃到老 三 准备一些酒 寓意着长长久久 另外 在拜头牙时 可以到庙里 也可以在自家神龛 或是店面的神龛前拜 供品可准备三升 酒 或茶水三杯 水果三样 和鲜花 水果可准备 菠萝 苹果 香蕉 橘子 金橘等喜气水果 店家拜土地公 可以用凤梨 代表着生意旺旺来 住家可以用苹果 旺果让家里人丁兴旺 橘子 也是祈求土地公帮忙 大发力士 这些都是土地公会喜欢的祭品 不过可要避开巴勒 莲木 番茄 世家等平常不常见的水果 此外 记得准备给土地公的供品 都不能太硬 因为老人家牙齿比较不好 可是 唯有花生例外 土地公为什么爱吃这些 照顾大地里民的土地公 最和蔼 总是像咪咪的 神明土地公最爱吃的 就是马蜀 马老 汤圆等等 这些都是土地公爱吃的口味 因为土地公老人家牙齿不好 所以喜欢吃软一点 又甜甜的 另外还有花生 花生糖 花生饼干 再搭配点小酒 都是可以让土地公笑眯眯 需要注意的是 点香拜拜后 记得要诚心地祝导 并报上自己地址与姓名 商号等 并不时地添酒 乃至三巡后 才能开始焚烧纸钱 撤收供品 四 关于祭拜土地公的禁忌 土地公不像天神 官微大禁忌多 比较像是基层的邻里长般亲民 虽与一般庙宇禁忌相同 另外也需注意 家里有丧事未满白日 或女人生理期都不宜入庙 拿香拜神 以免冲撞了神明 这算是唯一的禁忌 至于参拜的时间 以子时最佳 也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 据说是因为这个时间 土地公刚起床比较清醒 祭拜土地公不止求财 还有人求子得子 拜完的民众 可以摸摸庙前的土地公 胡须代表长寿 元宝求发财 拐杖加官进路 以上就是祭拜土地公 需要准备的东西 前程供奉 则会更加有福气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愿道德 慈善 福喜 吉尼一生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观看